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来没有被公开过的一个视频 然后这个视频没有被公开的原因是因为贺锦丽把这个视频从别人家里抄家抄走了 然后把这个视频一直封锁至今 然后这个视频现在才被公开 那这个视频呢讲的内容是什么呢 这个视频的内容跟Planned Parenthood堕胎诊所有着绝对的关系 视频里面显示有一位卧底的女士去到了Planned Parenthood 然后在里面跟他们里面的算是一个主管来讨论出售堕胎婴儿身体部位的问题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我们可以赏支持明镜与 to do me reg seated 不 食 意思 später Emperor удар 你 我觉得会比较难豪 但是我们在台课 letter 没用 硬要能完全攻击 Và我们在台课 ANY 我们在台课 Passage 看起目的 我 winning被设一 Brook 就像这个改名 SO每次,我在介绍 有时候都会买到 您的 anim only 它一起刷 记得环 Den I'm like, oh s**t, other people don't hear me They're like, you're a f*****er 我们的肺可以用的话 给缺肺的人 我们的什么一脏皮脏五脏六腑 有什么都没问题的话 就全部捐出去 这样是在做好事 然后我们的生命 可以在其他人的身体里面继续延续 这个不一样 这个是在买卖人体 而且是杀死那个小孩 杀死那个婴儿 来去做一个这样子的买卖 一个小孩他本来好好的 健康的一个小孩 出来是可以长大成人 说不定他是可以治疗癌症的一个人 未来是一个很好的医生 可以拯救很多的人 会发现癌症治愈计划 会医治AIDS 艾滋病的一个人 你就这样把他杀掉了 这个人从此以后 没有任何的未来 没有任何的可能 全部都被杀掉 只因为他们要把他的内脏 他的身体拿去拍卖 他去给需要的这些人 卖个杆一千到一千五 对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可怕 非常非常邪恶的一件事情 我们讲到就是这什么 我们怨恨 我们不能接受奴役制度 因为奴役制度是在买卖人命 这样子就可以 这样子就OK 把一个小孩杀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做这个样子的买卖 好像卖猪肉卖猪肝一样 这个样子 是非常非常不道德 而且非常非常邪恶的一件事情 而且这个视频呢 这个是一个卧底的组织 这个卧底的组织叫做CMP 那么这个视频被拍摄了之后呢 被当时的卡莫·哈尔斯 他在担任加州的总检察长 于是他就派人到了这个CMP 这个组织的主席 David DeLayton 他们家里面 这个人家在加州 然后进行了突袭 卡莫·哈尔斯的办公室 就没收了这个录像 一直这么多年都没有放出来 那么在这个他没收这个录像之前呢 就是他跑到别人家去偷袭 然后没收这个录像之前的两个礼拜 卡莫·哈尔斯跟Plan Parenthood的 这个堕胎诊所的官员有会面 然后这个官员他们就跟他讲 就说你请你务必要用你的权利 帮我们把这样一个 存有这个视频的电脑给没收掉 所以呢在2016年的时候 有一个联邦的法官 他就禁止这个他们收回来的这个视频 被传播被分享 期限长达8年 所以这个时间一晃呢 就晃到了现在 那是因为现在呢 在国会里面的众议员 Marie Taylor Green 她在今年早一点的时候呢 她就通过传票 获得了这样一个视频 所以她的办公室 在礼拜二就公布了 这样一个完整的视频 到网络上面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Plan Parenthood 她不仅在里面堕胎的手法 已经犯了联邦的重罪 而且他们还涉及到 买卖婴儿的肝脏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这个现在不管是 医治形态方面 或者是在广告方面 或者在竞选方面 一直大肆的鼓吹 堕胎 然后说堕胎这么好 那么好 甚至是鼓吹了一堆年轻人 去反抗什么 现有的体制 怎么怎么样的 其实民主党 还有Karmel Harris 他已经就是将堕胎 这个事作为2024 竞选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并且是左派 一直拿这个事来攻击 Donald Trump 还有一只攻击书 你看他们把那个罗素韦德案 给推翻了 等等等等的 Karmel Harris 他长期以来 一直都得到了堕胎诊所 他们这个整个团体 还有其他支持堕胎团体的支持 所以在他整个 从政的职业生涯里面 他从支持堕胎的 这些团体里面 获得了非常多的捐款 甚至呢 这些团体一起来挺他 在2020年的时候 这个堕胎诊所 他们就发了一个广告 这个宣传活动 说哎呀 Karmel Harris 他是我们这个维护 生殖健康的冠军呢 然后同年呢 他们还那个 发表了一篇文章 捧瘦脚呗 就说哎呀 爱上Karmel Harris的 九个理由 所以他们这之后 都是官商勾结 买卖人命的事 我知道很多人 就说啊 这个被强奸的婴孩 然后什么什么的 这些婴孩该死 我不觉得 我不知道你看完了 这个视频之后 你还这么觉得吗 就是这些无辜的小孩 要被人 活着的时候 脑袋里面就扎个针 然后就这样拉出来 就给打死 然后或者 然后之后 把他们的身体给剖开 然后把他们的肝脏 拿去卖一千 拿去卖一千五 甚至或许 其他的还都能卖啊 你身体都已经割开了 你卖肝啊 你卖肾啊 你卖乱七八糟 你想卖你都卖 卖眼球啊 卖什么的 我不觉得任何一个人 应该被这样对待 我不认为 任何一个被强奸的 被乱伦的 被任何 不管什么原因 因为他父亲犯罪 而导致了这样一个 无辜的小孩 应该被这样对待 我不觉得任何一个人 甚至我不觉得 任何一个动物 应该被这样对待 猫 狗 no 没有任何的东西 应该被这样残忍的对待 被这样残忍的杀死 而且大家很喜欢说 女人的选择权 那个孩子的选择权在哪里 那个被杀的孩子的选择权在哪里 他有签一个说 我愿意捐赠器官的一个写艺书吗 他有去做这样的事情吗 我们各位可以想一想 就是我们是多么爱动物 我们有多么 如果一个地方虐狗 如果一个组织 专门买卖海龟蛋 在美国 你卖海龟蛋的话 是联邦重罪的 是被关 还有可能死刑的 在澳洲好像是死刑 还是怎样 在美国的话 好像你拿那个Bald Eagle 那个白色的 很帅的 美国国籍那个英雄吗 对 你是联邦重罪的 我们对于动物 都是这个样子保护 Bald Eagle的Egg 它还没出生 它还不算是个生命 刚刚以你们左派的这个来讲的话 而且它有可能 它都不是瘦精卵吧 它就像鸡下蛋似的 咱吃那鸡蛋 瘦精卵都让人给收走了 咱吃之后 得只是个卵子而已 OK 那个鹰同理可证 它可能也只下个卵子出来吧 Maybe 就是你看光一个卵子 你看人家都 对 我们是怎样去保护动物的 我们是多爱动物 我们有多少动物保护组织 但是通常这些动物保护组织 它们有什么又爱地球啊 然后又节能减碳啊 又怎样怎样啊 然后什么拿一棵树 把自己绑在上面 就说 嗨呀你们不能砍森林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把自己粘在那个叫什么地板上 然后说什么 不能用石油啊 然后对着名画 蒙娜丽莎 泼汤 番茄汤这些东西 它们是会愿意为了守护动物啊 守护大自然的生命 去做这个样子 守护大树 大树 大树的话还不会数恩呢 也不会动 你这大树放这一百年之后 它还是个大树 但是它们对于人是多么的残忍 它们是把人拿来买卖的 它们是把人拿来 就是当成商品来去做的 人对它们来说是最不值得存在的一个 最没有存在的价值的一个生物 它们觉得 它们甚至觉得人不是生物 你如果去问的话 它们会说 Oh It's not a life It's not a human It's just a clump of cell 它们会这个样子说 尽管里面有人的肝脏 有人的心脏 有人的肺 有人的皮脏 各方面的肾脏 都拿出来可以用的 OK 它们就是把它 这些小孩当成是商品 拿去买卖 奴役制度是买卖人民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都同意 我们不应该 人的生命不能拿来买卖 但是为什么 他们这个样子做是可以的 为什么 现在的副总统 然后现在要参选当总统的一个人 他做出来这个样子的事情 然后他去掩盖这个样子的事情 他为了得到这些 Plant Parenthood的竞选经费 资助 为了要捧臭脚 然后为了要拍马屁 所以说他可以去把 让这个样子的事情发生 用他的公权力 他是Attorney General 他是检察官 然后他用他的公权力 你的纳税金 我们两个的纳税金 去做这个样的事情 去抄别人的家 然后掩盖这个样的事实 让Plant Parenthood 可以继续的杀小孩 一直到现在 各位请想想看 这个是你要的社会吗 这个是你要的 总统的候选人吗 这个是你要 我们要继续让这个样子 邪恶的事情 在我们的国家 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吗 这个样子 叫做女人的自由吗 这个影片说得非常清楚 就是在买卖内脏 就是在把小孩杀了之后 去做这个样子的事情 这个就是女人的自由吗 你是女人的话 这个就是你要的自由吗 你的孩子被杀了之后 拿出来当成像菜市场卖猪肝 卖猪肉这个样子 这样子去卖出 这个样子被别人讨论 然后买卖 就算那个人强奸了你 就算那个人 就算这个孩子的产生 是不道德的 他也不应该被这样子对待 他也不应该被这个样子的摧残 我相信这是 这应该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同意的 对 所以呢 这个Plan Parenthood 它是全国连锁 如果你去到你的地图上面搜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 离你最近的位置 反正你在的身边 一定会有这样一个地方了 那它上面会讲说 它是一个什么计划生育中心 或者什么家庭中心 什么之类的 就算没有Plan Parenthood 它也有其他的 不叫这个名字了 但是也是堕胎中心 但是它一般来讲 会让你感觉非常confused 就是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呀 要不叫什么妇女关怀中心 要不叫什么妇女健康中心 你知道吗 就是你听了 你还以为是给妇女体检的地方 但其实不是 你进去之后你就发现说 哎我天哪 它居然是提供堕胎的地方 所以这些东西 其实都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存在 然后他们每个礼拜 是有他们自己的 比如说礼拜一干嘛 礼拜二干嘛 他们是有这样的schedule 然后礼拜几做手术 什么什么的 我们最近就去一个地方祷告 如果你在南加州 你知道有个地方叫Pomona Pomona那个地方 就有个Plan Paracord 那他们就是每个礼拜五 做手术杀人 就这样子 然后呢 他们剩下的天 就给人做检查 有人觉得他自己怀孕了 他跑来来做检查 孕检 那时候我看怀孕还是没怀孕呢 然后他们给开药 就说你自己 你吃药回去 药流啊 就是这样 我去的时候 在那边听到很多见证 有非常好的见证 非常棒 因为在那里有很多基督徒 在那里给人传福音 他们每天都会去 还有听过很可怕 就在他们后门的那一条开车的路上 他们不是在那传福音吗 每天都在那里 有基督徒在那里 看到有人开车进来 一个男的开车进来 带着这个女的 这个女的就是前两天 刚从这里领完了药 人说药流你回家 就按照医嘱吃药嘛 你吃完药了之后就怎么样 结果这个女的大出血不止 他开车开到后面的车位来 他想 因为是这个地方给我开的药嘛 那我回来看医生嘛 我这大出血不止怎么办 这个男的 那个把车停到这里 开了门 然后扶这个女的下来 说这个女走进来 一道 躺的全都是血 在那里 security不让你 没有人理他们 人家根本就不管 药吃坏了 你回去找这些所谓的大夫 没有人管你 因为他们在意的 根本就不是你的权益 哪怕你吃药吃坏了 没有人要take care你 他们没有这样的 那个就是 你什么大出血了 快快我来给你做手术 理都不理你 你那哪凉快哪待着去吧 就这样 很无助 那个女的在这怕 怕的不得了 那男的也害怕 你看谁 就这么流血 谁不怕 躺了一车血 走走走 一地的躺的全都是血 怎么办 没办法了 赶快开车去医院吧 去医院那个emergency 就是那个急诊室 就开车赶快去急诊室 听到的不只是一两个 这些吃完药的女性 你说他们不后悔吗 他们不光是说 自己的孩子 就这样的就不见了 他们自己的身体 遭受了那么大的损失 那精神也吓出来 那男的也吓出来 女的也吓出来 你看一个就这么淌血 没人管 他们就是这么冷漠无情的人 他们就是这么冷漠无情的人 有人以前就是医生 然后医生就找工作 有我朋友的一个朋友 医生找工作 找找找就找到这去了 他本来他就是正常的医生 那他找找找 他就跑到这儿去上班了 人家说别去那上班 就不好 那干嘛去干那个 为什么 他们给的工资特别高 他们是很有钱的组织 而且还有国家补助 对 然后他们还拿这样的钱 去帮助这些邪恶的政客 去竞选 在卡毛和哈里斯之前 你说很多政客非常邪恶 对不对 我都不知道有这么邪恶的吗 就是现在被曝光 就是你 作为你用你总检察长的身份 你去人家家抄家 你抄家 把人家带着资料这个电脑给拿走了 八年呢 一直八年 你为了要他们这个组织 给你竞选资金 为了要他们为你说话 为了要他们给你站台 你拿人这钱 你就是这种资料 你都不公布 他做这些真是合理的吗 他做这些真是合法的吗 还是说他当时 做加州总检察长的时候 他就说我就是总检察长 我就是法 我就是理 我怎么做 你们就那个 那还有法律吗 他当加州总检察长的时候 他那个尾巴 他都历成这样 他这后还要竞选总统 你想想看之后 美国会变成什么样子 就是这样的人 他一点良心也没有 他正常的一点 作为人的正常思维 什么都没有 就是就是就是这个样子 非常非常非常糟糕的人 所以不要听这些人 去骗人 什么为了女性的什么 他根本 这些女性啊 活着还是死了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在意过这种 在那个堕裁证证门口 就是大流血 这样人吗 这个人如果死了之后 他他会在意吗 他根本就不会在意 他在意的是什么 他在意的是 这些要不要给他站台了 未来还会不会给他更多的钱 他如何官商勾结 去让这些人更多支持他 他如何去骗这些年轻的小孩 让这些小孩走上街头 去停着牌子支持他 他在意的只是这些东西 你说这些女人的生命 对他来讲 他他在意吗 他根本就不在乎 这孩子的生命 孩子肝脏 被账拿去买卖 他在乎吗 他根本就不在乎 他根本就不在乎 所以不用听他再来骗了 这两个人的组合 一个是卡妈 还有他现在上海这个老头 没见过这么糟糕的组合 烂透了 烂到底了 烂到家了 现在女人的权益 女人的选择权 然后呢 女人不是生孩子的机器 女人是女人的 女人的身体是属于自己的 my body my choice ok 我就是我自己身体的主 这样的想法 其实是充斥着 所有整个西方的文化 你这个中国大陆更不用说了 你这个共产主义的国家 你生几个 杀几个 然后什么 以前有什么 生女孩就给他一盆水 什么什么 这些东西大家都听过 现在是美国 一个基督教立国的一个国家 发生了这样子的事情 而且是政府的官员 现在要来选总统 有这个样子的一个 丑闻在这个地方 我不知道各位看的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不知道各位看到 他们是这个样子对待小孩 小孩在他们的眼中 是一个商品 而且美国人 这些杀的都是美国公民 对 真正杀死美国的 最多美国人的人 其实就是美国政府 跟每一个国家一样 每一个国家杀死最多自己人民的 就是那个政府本身 基本上是一个千年不变的道理 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的国家 我们会不会为了生命而战 我们是什么样的信仰 我们是什么样的基督徒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 看待我们现在的国家的情势 还有出来的政策 还有推举出来的候选人 其实就可以知道 我们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 然后我们的教育 再带出什么样的下一代 所以这样子的影片要封锁八年 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八年 没有 大家都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是没有实质的百分之一百的证据 这一次会爆出来 是Marjorie Taylor Greene 这个人我本来不是很喜欢他的 我现在也不是很喜欢他 就是我觉得他讲话很大声 还有怎么样 然后很没有气质 各方面的 虽然是保守派 然后长得 但是你 但是你不能说他这事做得不好是吧 他这事做得非常非常好 因为这样的东西 就是要报道出来 Marjorie Taylor Greene 拿到了这个东西 他甚至可以跟他讲说 我帮你藏起来 跟Plan Parenthood讲 我帮你藏起来 把他再去额一笔钱 他其实是可以这么做的 对 他也是国会议员哦 他也要去选举哦 他也要竞选经费哦 但是他选择爆他爆出来 他选择把丑陋的事情揭发出来 这样子勇气不是一般的人有的 这样的勇气 跟美金过不去 为什么要这样做 而且你直接对着干了 你现在敢接 Kamala Harris的短 你直接跟那个Plan Parenthood 所有这些人 你直接就对立了 开始 对 所以说 我们的时代是需要有这样子勇气的人 为了生命而战 为了生命而不妥协 如果我们不为了生命而战的话 那我们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我知道很多的人看我们的频道 觉得我们两个对于堕胎的议题上面 怎么又讨论堕胎啊 好烦哦 OK 你们就是 你们就不能通融一点吗 强奸的 我们下面的留言 都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 每一个留这样子的留言的 都是讲说 我很宽容 我很包容 我在乎女人的权益 说的方法跟左派一模一样 但是其实他们要的目的 其实只有一个 没有一个人在乎女人 没有一个人在乎女人的权利 没有一个人在乎女人的安危 每一个都只是在乎说 选票 还有钱 还有政治上面的利益跟权利 还有可以指控别人 太过于保守 太过于死板 这个样子的一个快感 这样是一个不健康的社会 我以前也是个大左派 我以前也不在乎堕胎 然后女人要堕胎 她家的事 干我什么事 但是心里会的确觉得说 这个女人不是好女人 对 那我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觉得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我在当基督徒之后 我在读圣经之后 我在看了很多解经跟讲道之后 我知道 哦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当我第一次发现说 我有义务 而且我有我有这个责任 要来守护生命的时候 你知道是有多开心的吗 我那时候就是 哎呀 我一开始就觉得堕胎不是个好东西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当别人就说 哦 这她的选择啊 那她不是 她的选择 你好像也不能说什么 你好像也说 哦 对 就是哦 但是可是你 你知道 一个女人如果堕胎了之后 你知道说这是不好的事情 对 对吧 就是这些都知道 然后你也知道说 哦 多开心是傻小孩 就是这些都知道 对 然后你有一天知道就是 为什么 为什么 而且这不是我说的 这不是我觉得 是神说的 是圣经说的 是圣经 神给你权柄 神要你保护的时候 哎呦 那感觉不一样了 那一下就可有底气了 这可不是我说的 这是神说的 我说话 你不用听 神说话你必须得听 对 所以说 呃 我知道有很多的人会反对 会不喜欢 然后讨厌我们 特别是讲到多才 特别讨厌 哎呀你们两个人的 极端 这神说的 这样子的勇气 是神给我们的 是神让我们说 你要来守护生命 你对这个东西要由我报复 这感觉跟勇气 是突然出现的 嗯 是无缘无故说 哦 我本来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一知道之后就哦 我可对了 哎 对 我相信 呃我希望大家 都可以有这个样子的看见 都可以有这个样子的勇气 跟神一起战斗 战胜邪恶 是多么快乐 多么有意义 多么 让自己感觉到祝福 而且你一战再战 你就是觉得说 我一定会赢 因为真理在我的背后 这样子的感觉 是太好的了 嗯 你不是说 我知道很多教会说什么 哦 不要讨论这些东西 这些会促成什么教友分裂 什么什么什么 那所以他们还不知道 要说什么东西来去破解 堕胎这个 这么虚假 而且可怕的一个 呃 一个行为 当这些牧师知道的话 当这些牧师知道说 他要怎么样去跟这些人讲话的时候 当这些牧师知道说 哇哦 这不是我觉得 是神告诉我这么说的 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教会 会愿意站出来 然后会在这个真理上面 呃 站稳脚步 而且每个星期都会讲 我们就认识有牧师 他就是 他整个ministry 就是为了要保护小孩的 他就是到处跟所有的人讲说 我们要来保护小孩 我们要来守护生命 嗯 这样是越战越勇 然后呢 他不怕任何的政府 来打压你 不怕任何左派来打压你 为什么 因为真理在他的后面 他知道他在做一个 绝对正确的事情 保护小孩的生命 是一个绝对正确的事情 对我们来讲 没有任何的利益 OK 救了一个小孩 对我们不会怎么样 我们的薪水不会变多 我们还是要继续付税 我们还是要付房贷 我们该做什么 还是要做 救小孩 就只是为了拯救神的形象 没有任何事情 现在 现在所有的议题里面 没有任何一件事情 是比守护小孩的生命 禁止堕胎权 更神圣 然后更应该所有基督徒去做的 嗯 好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节目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视频之后 被Kamada Harris 隐藏了八年的视频 现在被爆出来 太邪恶了 这个视频我都不想再看第二次 但是 不得不看 就是为了要做这个节目 然后我们还要上中文字幕 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 所以你看完了之后 有没有感觉到 太邪恶了 然后这个Kamada Harris 像这样的人 他到底还能干出什么事呢 我我我真 我真觉得 呀我我我太受不了他了 我我看到这个人 大家都知道 他看起来就很邪恶 对不对 笑起来就像个歌舞一样 对就非常奇怪 他所有做过的事 所有说过的话 能在网络上能够找到的 都证明着 他是一个太糟糕的人 所以在这一次大选里面 我们要擦亮我们的眼睛 我们当然不支持 婴孩被让杀死 我们更不支持 小孩被杀死了之后 他们的肝脏 还有拿去被买卖 这变成了一个 巨大无比的产业链 这是极其邪恶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